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一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华北地区下面所有的城市的那个天 那个最低气温把它给爬起出来的 对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爬去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东北下面的这个 这个地区下面的那个城市信息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跟大家讲这个代码了啊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现在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一个页面的那个 天际信息的爬取已经下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什么呢 就是去修改这个约看一下啊 呃这个什么呢 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东地区 这些啊地区下面 他的那个城市信息呃 能不能爬取出来 对 那么我这种话就把这个注视下 然后接下来再来定一个新的约外啊 是等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呃 地区下面的这个约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放在这里来啊 孔着家所保存下 孔着家来看一下 看下能不能爬取出来啊 那么在东北下面这些城市的那个天际信息 是不是也被我爬取出来了 对 也被我爬取出来了啊 但是现在的话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啊 也注意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来看一下哈 我们首先他第一条数据的话 是这个黑龙江的数据啊 黑龙江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省份 对不对 而不是一个城市啊 而不是一个城市 所有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是不是取错了这个数据啊 对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黑龙江下面 他的第一个城市信息 是这个哈尔滨 对 哈尔滨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就没有存在啊 在这里下面的话 直接爬取出来了这个数据啊 就是直接是奇奇哈尔 以及牡丹江了 奇奇哈尔 牡德江 加木斯 加木斯随化 对吧 就没有那个什么呢 没有那个哈尔滨的啊 那么就意味着 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爬取出来是有问题的 对 爬取出来是有问题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啊 我们一个个字来检查一下啊 然后我们把鼠标放在哪里 把鼠标选中这个啊 然后点一下这个哈尔滨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啊 虽然我们啊 却在这个TR标签是选中的 就是前面两个TR标签是 这个头部信息 从第三个TR标签开始 才是真正的城市信息 但是我们从这个TR标签当中 我们去取这个城市的那个 信息的时候 我们去取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是从哪个TD标签上面去取的呢 是不是从第0个TD标签啊 对 但是我现在把鼠标放在这个 第0个TD标签上面 你看一下他左边取选中的是哪个 来看一下 我把鼠标放在这第0个TD标签上面 他鼠标选 他这个左边哈 他这个油的器当中选中的是 这个是这个省风的这个TD标签啊 选 选中的是这个省风的这个名字 对 那么这里话就有问题了 对吧 就有问题了啊 如果我把鼠标放在下面 第一个TD标签上面 他选中的才是真正的什么呢 他选中的才是真正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名字 对 城市的这个TD标签 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刚刚这个地方就选错了 就选错了 这地方的话 你就不能去选第0个啊 就不能去选第0个 因为第0个的话 他抓的是这个省风的那个名字 对 所以的话我们这地方该去取了什么呢 该去取第一个 对 该去取第一个啊 那么第一个的话 有没有问题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来走一下啊 右键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那么第一个的话也有问题了 对 虽然我们第一个哈尔滨把它给取出来的啊 但是下面的话是不是取错了啊 就不再是那个城镇的名字 而是这个天井的线下 看到没有 哈尔奇迦哈尔是不是多云啊 然后下面的话是不是琴啊 下面的话就是个琴啊 然后下面又是两个多云 又是两个多云 正选 正选 对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啊 就是在取这个啊 这个td标签的时候 我们虽然第0个就是啊 这个啊 就是第一个城市这个地方 我们取贵了 但是下面这些数据又取错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啊 就有什么呢 呃 就有问题了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再来分析一下 其实原理 原理是这样的 原理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哈 就是因为因为我们这个啊 表格 他是在什么呢 他是把这个省份的这个信息 把它给放在第0个td标签上面 把它给放在第0个td标签上面啊 那么如果你接下来再去取其他的城市的标签的时候 他就不再去 他就不再拥有 再再再去取其他城市的那个tr标签下面啊 他就不再有那个什么呢 省份的那个td标签了 所以的话在啊 在什么呢 在除了第0个下面的这些tr标签上面啊 他下面的这些tr标签上面 下面的这些tr标签上面 他的第0个td标签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啊 他就不再包含那个省份的名字了 明白吗 这个省份的名字 他只存在第0个tr标签上面啊 第0个tr标签下面的第0个td标签上面 所以的话 我们这地方的话去取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给他做个区分 如果他是第0个t啊 这个地方我是被课的时候写一下啊 我把你我先把他给伤掉啊 如果他是第0个t 如果他是第0第0个tr标签的话 如果他是第0个tr标签的话 那么我取那个城市的名字 我就应该取第一个 对不对 我就应该取到第一个td标签 那么如果他不是的话 我就直接取到第0个td标签啊 第0个td标签就是那个啊 那个城市的名字啊 对 那么这边的话 我就要知道他的那个便利出来的 那个下标值 那么在我们的拍子当中 如果你想要便利出来的那个下标值 这的话你就可以将这个 你就可以使用到一个行数啊 就是啊 叫做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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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啊 把这个点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列表把它给传去 接下来的话 他就返回两个值 第一个值的话 就是这个下标 第二个值的话 第二个值的话 就是这个下标下面对应的这个值啊 对 这个这个值 明白算 这地方的话 我们就首先要跟他判断一下哈 if这个c t 如果这个城市啊 如果这个啊 如果这个应该死 如果是第0个对吧 如果是第0个 那么我们这个c td它是等于这个1对吧 那么如果其他情况下的话 它就是等于这个0啊 就是说你在运行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我默认取到第0个啊 就像是其他这种情况对吧 其他这种情况 我我默认 我默认取到第0个 我默认取到第0个td标签 那么的话代表的就是这个城市的那个td标签对不对 那么如果如果你是第如果你是第一第0个td标签的话 那么我就取到第一个那个td标签对不对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城市的信息把它给取出来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样的话再来走一线看看啊也没问题吧 右键来执行一下啊 呃看一下啊 list的对象 啊 这是tds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取出来了 对啊 这个省份就没有了 然后的话就是那个啊 哈尔滨奇迹哈尔 然后牡丹家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哎 这个东北下面所有的城市信息把它给取出来了 对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们的那个什么呢华东地区啊 华东地区他那个城市内心啊 可能加c 然后这里吧 我们来可能加低夫这份 然后这个地方注视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把这个ur改成这个什么呢 华东地区啊 其实我们要改的话呢 就是改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啊 sd就是华东的一华东的一个解写 对吧好 可能的加拿大印象 哎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华东地区所有的那个城市 就是他的那个天气信息把它给爬起出来了对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上海啊 看一下上海最后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那个英堂对吧啊 最后一个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英堂是英来啊 这样的话就把华东地区他的那个呃 华东地区他那个城市信息也把它给提出来 那么接下来再来提一下这个什么呢 华中地区啊 华中地区 那么的话这个是叫做华中啊 hz啊 好再来看一下啊 好这样的话也把华中地区的那个城市信息 已经那个那个天气信息把它给提出了 第一个的话是五哈对吧 最后一个是那个几元啊 几元对吧好 那么这个也没问题啊 他接下来就华栏啊 华栏的话就是hz的 啊 hn啊 hn啊 这么我啊 我分到不同的ur里面去啊 华栏 好 那么华栏里面也把它给出了蓝宁对吧 第一个是蓝宁下面的话是那个蓝沙啊 这个是蓝沙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是那个西北啊 呃 西北的话是那个 xb啊 x 我第一个是西安啊 西安最后一个是那个中卫是吧 这个是中卫啊 也没问题啊 好 然后的话还是那个西兰啊 西兰的话就是xn的一个是啊 但是 好也没问题 最后一个是阿里 然后的话前面第一个的话是那个成都啊 成都 那最后一个是阿里对吧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是那个赶澳台啊 赶澳台啊 赶澳台的话爬出来就有些问题了啊 跟大家看一下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呃 赶澳台 这个情况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我们在他在赶澳台的这一个table标签当中啊 这个table标签 它不是一个正规的table标签啊 什么叫做不是正规的table标签呢 他如果是一个正常的table标签的话 他是应该这样去写的啊 这的话我打开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一个正常的标签啊 还是那样啊 我先把这个格式把它给改一下啊 这个格式改成这个什么呢 改成这个 s tm啊 一个正常的table标签啊 是那个t标的套啊 这个可以不要啊 这个t包你也可以不要 但是在这下面的话就是有tt标签啊 这样吧 我就先把那个正常的把它给复制下吧 比如说西朗地区啊 西朗地区 呃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啊 我我先把这个 我我把这个table这个地方右键啊 copy copyout HTML啊 好 把这个地方拿过来 拿到这里来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正常的 就是他有开始标签 啊 有这个 呃 我就先把一些把它给删掉吧 先把一些把它给删掉啊 先把这些t把他给删掉啊 我就留一个t表签就好了 我就留一个t表签啊 还有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啊 还有这么多 怎么这么多 我就留一个t表签啊 或者留两个t表签啊 我把格式换一下啊 我把格式换一下啊 给大家好看一点啊 然后这个t表签下面是td表签啊 这个 这个对吧 然后这个t body的话也是要这样啊 好 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啊 一个table标签 他应该是有开始标签 也有这个结束标签啊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正常的s那边代码啊 但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港澳台 他这里面的这个table标签 他就不按常理出白了啊 他这地方的话 他这个table标签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里的话是已经有了啊 这个地方是已经有了 就是他在浏览器当中 这个地方 他是自动的给他这个table标签 给他加了这个 给他加了这个结束标签啊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查看一下网约原代码啊 让我们来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搜索那个香港啊 找到第一个table标签好吧 找到第一个table标签 就是这个啊 呃 table标签下面啊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他这个table标签 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对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呃 香港下面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个澳门的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哈 呃 我们来看这个table标签 他是在哪里结束啊 这个是开始 就是这个是香港的那个 啊 这个是澳门啊 这个是澳门 然后我们再来找下这个香港啊 这个香港他的这个table标签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table标签 他是在哪里结束的啊 他是在哪里结束的啊 你看一下 我们来往下面找 我呃这个地方来往下面找 有没有table标签啊 有没有table标签 其实的话啊 这个地方是没出现的这个table啊 但是这个table的话 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呃 开始的table标签 而并不是一个结束的table标签 所有的话哈 我们这个香港他的这个table标签的话 他就相当是什么呢 他就相当是有这个头啊 你看啊 有这个头 但是没有这个尾 知道没有 但是没这个尾 我们给大家搜一下啊 这个是table对吧 接下来我在那搜索下下一个table这个table的时候啊 他是已经达到了这个什么呢 已经来到这个澳门的这个table这个开始标签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出现一个问题哈 就是这个香港他的这个地方啊 香港这个table标签的话 他是只有一个什么呢 只有一个开始的标签 而没有结而没有结束的标签 所以的话这时候使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使用我们这个lxml这个解析器 你去解析的话就会有问题啊 lxml这种解析的话 他解析他的那个容错性不好啊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是吧 就是lxml他的容色性 虽然有一般啊 虽然他可以把一些呃 就是你没有的一些这样的标签把它给补充下来 但是对于这种严重性的这种 安全的错误的话 他就做不了了 这种的话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lxml去做 这种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建筑到另外一个解析器啊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另外一个解析叫做什么呢 叫做atml5lat这个解析器 好吧 这个解析器的话就像的是 那这个解析器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浏览器当中的那个解析器是一样的啊 在我们浏览器当中的这个解析器是不是比较强的吧 你看一下这个香港这个table 他这个地方本来是只有一个开始的那个table标签 而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在我们这个谷歌浏览器当中来查看这个元素的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自动的给他加在底部的这个table啊 他是自动的给他把这个底部的把这个闭合的这个table标签把它给加进去的 对 而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元代码他其实没有的啊 说的话我们这个浏览器他的那个解析能力就会比较强了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借助那个什么呢 必须要借助这个atml5lab 这个atml5这个lab这个解析器的话 我刚刚也已经讲过了对吧 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浏览器的那个解析 他的容色性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的啊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要将这东西改成这个atml5lab啊 当时atml5这个lab这个解析器的话 你需要自己先去安装一下啊 安装的话我之前也跟那些讲过啊 就是通过这个pipe installatml5lab这样的话 html5lab这样的方式安装 好吧 那么这里话我是已经安装好了 我是已经安装好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pirelist就可以看到我这个环境当中安装你的细胞啊 可以看到我是有一个atml5lab的这个这个 这个解析器的对吧啊 那么大机的话哈 就通过这个pipe install方式把它给安装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什么呢 这个地方改成atml5lab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atml5lab这个解析器的话 他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标签把它给补充上去 这样你再提及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没问题了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走一波啊 再来走一波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赶澳台的这个几个城市的信息 是不是就已经被爬出来了 对 第一个是香港澳门台北高雄台州 是不是香港澳门台北高雄台州 这样的话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把它给排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个香港澳门台湾 这些城市是处在比较狼方的城市 所有它的这个最低气温是现在还是二十几度 对吧 非常爽啊非常爽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就像是我们已经 呃有有那个什么呢 所有这个我们对所有的那个啊 地区的那个城市已经全部的把它给排出了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把它给组合成一起 让它一起去排啊 那么我们这的话好 就将所有地区的这些天气这些这些什么呢 这些有二我们把它给放在一个列表当中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去便利这个ur这个列表 然后再去调用这个pass配置这个方法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每个地区下面所有的城市 就把它给排出来了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这个地方写个列表啊 叫做urs等这个东西等一个列表啊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把华华北地区啊 然后的话是那个 华东北啊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华南啊 不知道华中啊 华东啊 哎华东没有是吧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华中啊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华中了啊 华南 西北 然后是那个赶澳台 和西南 好 这个是赶澳台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上面这个就不需要了啊 好那么我们有这个ur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便利一下forur 因什么ur s啊 接下来我们在在这个循环当中啊 再去啊 在这个ur s的这个列表当中 我们去便利每一个 便利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 然后的话去扔给这个函数 就让它去爬去对 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城市 全部都把它给爬起下来了啊 啊 现在的话我们使用这个解析器叫做fm5 类不而是 而不是那个alchannel啊 所以这个fm5 类不这个解析的话 它的解析速度是比较慢的啊 就没有那个alchannel那么快啊 那么待会大家啊 运气下就可以提到的 好吧 那么我们这番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虽然 虽然也不慢 对吧 但是没有刚刚那么快的啊 刚刚alchannel那种方式的话 是直接啊 刷刷刷一下子就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啊 我们全中国所有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啊 最低气温全部都把它给爬起出来了 就得把它给爬起出来了啊 好 那么我们的啊 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啊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说将我们爬起出的这些数据啊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的数据分析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地方 感谢大家